A.B.A.B. 红蓝两队请轻提 西安古城墙的护城河水 最终会流进哪条河 A.金河B.为何 请作答 为何 分拳战 没有听过金河 都过来了 正确答案是 B.为何 A.为何 我真的是很智慧的 第二题 下列属于唐代诗人的是 A.为应物B.路由 请作答 三 二 一 三 二 三 二 一 正确答案是 尾应物 他是晚庭的诗人 我们赢了 终于答这一题 游戏黑洞了 你不是黑洞了 你打破了黑洞的传奇 第三题 我们赶紧赢一题 现存的西安大雁塔 有几层 A.七层 B.九层 我今天早上还问来着 但是我没问有几层 请作答 请作答 三 二 你看 你早上看了他几层 正常的话 是九层 但B.是七层是吧 一 正确答案是 七层 正确答案是七层 你是不是 你早上刚看了 我刚说的七层 我叫做九层来了 这轮是黄醉第一分 你怎么咋 你怎么咋 文林侠二的大雁塔 是基安的标志性建筑 最初是五层 后加盖至九层 层数和高度又数次变更 所以最后固定为今天 看到的七层塔身 最后这轮是黄醉第一分 西安三勤套餐 包含了以下哪种食物 三勤套餐 A. 凉粉 我知道 B. 肉夹火 请作答 B.前半半 玉门 大家都答对 两onne成都的 陕西名吃 迵表面 诶 迵表面 另外一个名字是 A. 裤带面 B. 油锅面 正确答案是A 固带面 它是陕西关中特色传统风味面食 因为制作过程中 用洋洋的声音而合理 这个我们的团队在吃的上面 没有一个人答错的 来 最后一道题 一定要答对啊我们 用来形容好吃的西安方言是 A 妹日塔面 B 爹的妹的恨 请作答 妹的她咧 杰的妹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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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方便 我相信原人 吃的 我也是吃的方便 我决定跟着娘娘走 我们就没错 我们就没错 她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三 二 一 我们来了合作伙伴 飘柔 乌龟油卸妆洗发水 我们来了合作伙伴 飘柔 乌龟油卸妆洗发水 用来形容好吃的西安方言是 A 妹日塔面 B 爹的妹的恨 请作答 吃的方便 我相信原人 吃的 我也是吃的方便 我决定跟着娘娘走 吃的方便 我是原人 我们就没错 我们就没错 她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我相信原原 跟着原原走 我们就没错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B 别抵内敌恨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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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眼里就是 原人就是最好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 你以为我不懂善心方言吗 虾有奖心 如有一宝 被你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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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我们就不应该相信她 在这一轮 城墙趣味问答当中 恭喜红队获胜 谢谢大家